大家好 过去几天断断续续下了雨 今天白天终于有比较长的空档出现了 主要是因为原本影响我们的封面 在今天逐渐往东边移动开来 台湾各地在今天有些地方透了些阳光 所以气温就明显的回升了 不过明天我们要注意的是 在华南地区还是有些云层正在发展 预计在今天深夜之后 到明天白天它就会通过台湾的上空 所以明天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短暂震雨出现 南部的山区在午后 可能也会有一些对流发展起来 所以提醒大家 在天气尚未完全稳定之前 外出最好还是攜带雨具备用 至于温度的部分倒是不会变动太多 我们由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由于台湾明天附近环境场 是转催比较偏南风的形态 空气是比较温暖的 所以各地的高温在北部东半部 可以达到28 29度 中部南部还是有接近30或30度以上的气温 不过各地早晚的低温 大概介于21到24度之间 稍微有点点凉 提醒大家可能还是可以带件 薄薄的上衣备用 最后还有一点要提醒的是 金门跟马祖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受到低云 或者是雾的影响 能见度比较差一些 交通往返 要特别注意相关资讯 以上资料中央气象局提供 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 北部地区天气也是比较不稳定 下来的机会也是蛮高的 最低温21度 最高温28度 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雨的情形 最低温22度 最高温30度 南部地区最低温23度 最高温32度 东部地区最低温20度 最高温28度 外岛地区最低温18度 最高温28度 今天新闻最后呢 带领许须欣赏高雄美农的美丽风情 感谢你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